我们讨论第19题 如果ABC和F是四个非零数 我不知道为什么是F,我以为是D 但是ABC和F是四个非零数 然后下面所有的比例,除了哪个以外都相等 好的,挺有意思 这道题里每个选项都与所有四个数有关 那么选项A,A比F等于B比C 看一下,选项B是F比C等于B比A 那么有个简单的方法 完全可以对齐交叉相乘,对吧? 那么可以交叉相乘 如果两侧乘以FC,这就是交叉相乘 那么是A乘以C,AC等于BF,对吧? A乘以C等于B乘以F 要得到这个只需要两侧乘以F再同时乘以C 如果对这个交叉相乘就得到了AF等于BC 这里是一个F AC等于BF 这里我们有AF等于BC 看一下选项C是C比A等于F比B 这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告诉我们CB或者BC BC等于AF 那么这两个相等 这两个是相等的,对吧? 选项D A比C等于B比F 现在如果交叉相乘 就得到AF等于BC 它们相等 我们应该能看出模式了 我觉得E应该跟这三个相似 这个是不同的 算一下给你们看看 选项E是AF比上BC等于1 那么这是AF等于BC 与所有这些是一样的 那么A选项是不同的 AC等于BF与AF等于BC是不同的,对吧? 我们乘的数是不同的 这些是相同的 希望大家能看出来 这里面乘法是最重要的 那么它与顺序无关 FA和AF是一样的 但是这里相乘的数是AC等于BF 做第二试题 在上一道题中 实际上我们可以按字面的意思 选用不同的非零数去试 如果你不喜欢处理这些抽象的字母 如果选的数恰当 也可以试出来 第二试题 对所有的数 对所有的数X和Y 把必然运算定义为 X必然Y等于XY-Y 如果A和B是正整数 下面哪个选项等于0 那么A和B是正整数 那么哪个等于0呢? 那么题目中说选项1是A必然B 它我们从这里了解到等于A乘以B 对吧? 它只是模式的套用 就换成A 有Y的地方就换成B 那么就是AB-Y 不好意思 AB-B 对吧? 能找到一种情况 使其为0吗? 是的 如果A是1 当A等于的时候会怎么样呢? 如果A是1 然后这就变成了B-B 等于0 对吧? 为什么我考虑A等于1的情况呢? 好的 这也可以写成A-1乘以B的形式 对吧? 如果只是提出因子B 那么我说好的 如果A等于1 然后这一项就变成了0 那么1这个自然就等于0 它不总为0 但是可以为0 尤其是A等于1的时候 好的 看选项2 它是A加B 必然B 它等于什么呢? 好的 每当看见X 就把它换成A加B 每当看到Y 就把它换成B 那么它等于 等于换一种颜色 免得大家让上面这部分弄糊涂了 它等于A加B乘以B 乘以第二项 乘以B 减去第二项 减去B 我们不能像以前那样做了 因为现在这一项 A加B不等于1 对吧? 任何条件下 A加B都不等于1 为什么呢? 因为它们都是正数 它们也都是整数 对吧? 要么 那么要使这个等于1 这一项0 这一项1 所以这一项不等于1 所以这一项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会等于0 那么看一下能不能求出来什么可以等于0呢? 当然B不可能等于0 那么我们看A加B 我可以把它提出来 我们可以说A加B加1乘以B等于0 对吧? 我们知道B不可能等于0 对吧? 我们知道B不等于0 因为我们说它是一个正整数 那么这一项应该等于0 把这个式子乘开 其实就和上面式子的一样 我只是把相同的数提出来 每一项都除以B 然后提出来 然后就剩下A加B减1 所有这些乘以B 那么如果B不等于0 A加B减1能等于0吗? 好的 A加B减1等于0 然后A加B等于1 像我说的 这是不可能的 那么在任何情况下 第二个选项都不可能是0 现在第三个选项是什么呢? 选项3是 A必然A加B 如果将其展开 它就是A乘以A加B 再减去A加B 现在这里再说一次 我们可以把A加B提出来 那么可以把它写成 A加B减1乘以A加B 然后我们想知道它是否等于0 看看是否有可能 好的 要让这个等于0 这一项等于0 或者这一项 或者都为0 A加B可以为0吗? 不行 因为A是正数 B是正数 它们都是正数 都是正数 它们肯定比0大 那么无论如何 这个都不可能为0 但是A减1可能为0吗? 是的 A可以等于1 如果A等于1 这个表达式就等于0 那么这个也是如此 那么我们的选项 可能为0的选项是选项1 3 那是选项1 下个部分再见 再见